大家好,我是阿Q,又見面了 今天做這個視頻可能是想要做一個特別的感謝視頻 可能主題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先聲明一點就是這個前言可能會有一點點長 然後一會我會把那個時間就是開始那個主題的時間 在那個評論下面就是貼出來 所以就是如果沒有耐心聽阿Q講那麼多廢話的人 可以先直接跳過到今天的一個主題 因為真的是從半年前的一百多個粉絲 然後到現在突破一萬多個粉絲 然後是阿Q完全人生當中完全沒有意想到的事情 在做塔羅牌這件事情之前 其實阿Q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時間 可能聽過我之前視頻的人有知道 其實我曾經是一個抑鬱症患者 然後塔羅牌對我而言是一個幫助我走出來的一個工具 然後到現在為止我是指的說 就是當我成為YouTuber之後 然後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之後 我是突然意識到說 也許這個能夠幫助我走出來的這個工具 也許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所以其實我必須要先聲明講到一點的事情 就是說就是我對塔羅牌的這個工具的一個理解 和一些想要傳達的概念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把它當成一個 就是算命的東西吧 就會覺得說好像我會知道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該怎麼樣處理之類的 但其實對於我來講 而且包括其實可能更正確的 在西方的一些關於塔羅牌的概念裡面 其實塔羅牌是一個幫助你修復自己做自我修行的一個工具 它裡面有很多信息給到你 然後可以讓你去更理清你當下自己的能量狀態 以及你當下所處的情況 然後給到你一些具體的一些建議 然後至於說能量狀態的 它是一個能量狀態動態變化的過程 所以其實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 是需要你自己去做出一些實際和 就是實際的動作吧 然後才會讓你最後的那個結果 去往好的能量狀態去發展 所以其實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包括來找阿Q做個人占卜的人也好 我會講到說就是希望你來做塔羅 或是你來問塔羅 不是抱著一個 我想要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一個狀態 而是抱著一個做自我修行和完善自己的一個狀態 因為其實在經歷過很多事情之後 包括來到紐西蘭的半年 然後當阿Q開始做這些事情 然後聽過很多人的一些人生故事 就是有好的有壞的 然後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點 很重要的一個點都是在於說 就是你需要先知道發生了什麼 然後你需要勇敢地承認它面對它 然後才去想辦法去解決它 這個才是你可能可以找回到自己 甚至說可以找回到你理想中的另外的 match的那一半也好的一個對的狀態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心靈修復 或者說是一個療癒的工具吧 它能夠幫助你給到你很多一些 可能即便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周圍身邊愛你的人 給到了一些可能無法給到的建議 然後會讓你可能 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 包括做了半年多差不多 將近半年的占卜之後 很多人都會來去尋求一個答案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答案 其實有的時候並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像一個就是開放性的議題一樣 就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答案 當你經歷過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答案可能又會不一樣 就是你要接受自己是在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當中 就是也許你曾經喜歡的之後不再喜歡了 而且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找不找到對的人 或者說有沒有一個好的狀態 我覺得是完全取決於說 你能不能找到你真的自己 其實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過程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也不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或者不清楚其實自己喜歡 或者是不喜歡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經歷更多 所以有的時候即便是塔羅牌當下 能夠給到你一個短暫的靜氣的結果 但是如果你想要改變它 或者你想要有所突破 或者你想要去改變 顛覆掉曾經的一切舊的行為模式 那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能量狀態的改變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對於塔羅牌的真正的一個理解 就是即便是你看過無數個塔羅牌的視頻 然後你問過無數個塔羅斯 同樣一件事情 其實有的時候你自己心裡是有答案的 只是有的時候你不願意去承認它 或者說你只是想要再找一個 confirmation 所以我是希望所有來 不管來看阿Q塔羅牌視頻 還是來找阿Q來做個人占卜的人 以及支持我這麼久的人 我都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能夠 就是修復自己 或者說完善自己的一個工具吧 至少對於阿Q來講 塔羅牌是這樣一個工具對我而言 所以我也希望通過這個東西 然後能夠給到更多人的一些幫助 而不是去幫你算說 欸接下來我什麼時候會遇到我的真命天子 之類的這樣的問題 對 然後這個是關於塔羅 然後其實我還是 雖然過了半年了 我依然改變不了 就是喜歡說然後這個口頭禪 所以希望大家去見諒 還有就是 因為可能經常會有 就是評論說阿Q講話太快啊 或者說就是可能會講到一些 就是廢話 因為可能我真的是有一些 思維比較跳躍的一個人 所以就是很多時候可能 沒有那麼就是 像可能其他的youtuber那樣 可以把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很邏輯很清楚的去去理出來 或者說是用很很完整的話術或者之類的 呃 而且包括因為現在有一點點 有的時候有時候在 就是可能英文環境當中 可能會冒英文詞比較多 所以就是我也會盡量避免這樣的問題 但是就是anyway 我會覺得就是 就是這就是我 然後就是我希望就是懂的人能夠懂 然後喜歡的人會喜歡 然後不喜歡的人其實你可以直接跳過 就是希望大家是以一個尊重和就是 就是就是open的態度 然後去看待你身邊的人和事吧 對其實 呃 阿Q真的是一個普通人 然後我也並不希望大家去把 他把我當成一個專業的塔羅師 或者怎麼樣也好 我是希望說我能夠通過塔羅排這樣一個工具 然後給到大家一些 呃幫助和療癒吧 這個就是我可能做這個頻道 以及這個頻道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當然我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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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 就是在聽過那麼多人生的故事之後 其實很多都很類似 但我會覺得說就是 就是是一個不一樣的連結 也是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所以我非常的就是感激這樣的一個敬意 然後也感激大家可以就是給到我信任 然後去呃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好然後這個是整個今天的可能比較長的前言 然後還有然後 對呃就是可能曾經有很多就是在半年之內 可能有很多人會問到我說就是用的牌啊什麼東西 然後因為我一直不太記得名字 所以我現在把它呃擺出來 然後就是可能給到有需要的人 可能如果你自己想說把它當成一個自己去學習啊 修復的工具的話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當下目前在用的牌 可能呃因為之前我有在呃 今天有在instagram提到過說 我在這邊有去體驗過 這邊就是local的一個就是 然後我覺得更會跟在台灣體驗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然後其實跟我自己原本預期的 就是我覺得塔羅應該怎樣做的一個狀態 是比較比較符合的 然後所以其實呃像這個牌 其實這個牌我是在台灣買的 我不是打廣告 就是就是我真的是自己買的 然後沒有沒有收廣告費 那只是說可能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自己去去買然後去學習 就是有興趣的人的話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個就是 像我之前買到一本塔羅書這個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 就是很巧合在集市上買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可能比較喜歡比較柔和 然後比較舒服的牌吧 所以比較能handle的了 然後這個是forbeginner的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這個牌的整個的一個色彩 或什麼東西我都還挺喜歡 然後這個blackblackmoon是orica card 然後我是覺得跟這個牌比較有緣分啦 尤其是之前看過我牌的人 就講到說就是lilis的那個能量 然後這個是orica card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非常非常多一些詳細的信息 然後我一般在做到個人占卜的時候 可能會就是會根據當下每個人的實際的情況 然後去挑到一些可能跟他相關的一些信息 就是會比較具體和實際一點 但通常我在做generating的時候 可能就只是大概會講一下它整體的一個狀態 通常是來做一個大概能量狀態的一個牌組來解釋 然後這一副是speaker song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塔羅啦 然後稍微做了一些藝術的改善之類的 就這一副 然後其實我會比較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它的畫風 就很舒服 然後在做那個靈魂伴侶的那個視頻的時候 會把它當成就是比較符合女性能量的這一方的塔羅牌來用 然後最後這一副是我在這邊買的 就New Zealand買的Romance Andrews 就浪漫天使卡的orica card 然後通常在做個人占卜的時候 如果跟愛情相關的話 我會用到這一副牌 然後在現在在generating中 我也有用到這個 然後這個是關於牌的部分 然後好 然後再最後廢話一點 就是關於個人占卜的事情 然後其實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就是可能不知道流程啊 或者說怎麼樣 因為我通常在做這個視頻之前 都會在可能在每個視頻前都會大概講一下 然後說去郵件預約啊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我還是想要說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懶吧 然後可能就沒有講得太清楚 或者說一些東西 因為自己生活當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然後也面臨一些轉變的事情 所以可能也沒有太太去就是想要去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是 就是我跟大家道歉 就是我沒有講清楚 整個的個流程是怎樣的 然後所以我現在是就是大概講一下 就其實在阿Q的個人占卜預約 後面可能統一歸到Instagram 就是大家可以去在Instagram搜我 我叫Tarot Healer Q-Y-M 對 Tarot Healer Q-Y-M 就是不要少R 就經常有人可能會少打那個Healer H-E-A-L-E-R 少打那個R 所以就可能搜不到我 然後可能先去關注一下 然後所有的就是關於塔羅的問題 或者說你有什麼什麼什麼故事想要跟我分享 或之類的如果我有空會回复 然後都可以在就是Instagram上去問我 包括跟預約塔羅的時間之類的東西 然後都可以在那個上面問我 然後最後用郵件來確認時間 就比如說你跟我在Instagram上確認好時間之後 然後我們再用郵件確認 這樣我能夠統一說 就是能夠查到誰是誰 因為大家用的社交媒體可能不一樣 可能大家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的用WeChat 有的用Line 有的用Instagram之類的 就是最後可能都不太會一樣 所以先用郵件確認時間 然後當我們確認好時間 我會給你發一個確認郵件 然後上面會有我的一些 就是社交媒體的聯絡方式 然後再大家完成付款 然後關於付款的問題的話 就是可能是需要用到PayPal 或者是就是微信支付 因為可能大家都來自於不同地方 然後我並不是台灣人 然後我知道大家很多部分的 我的聽眾可能是來自於台灣 所以可能我沒有辦法用到 銀行轉帳這件事情 所以只能用PayPal或者是WeChat支付 然後這個是唯一的 唯二的可以的支付的方式 然後第三點就是說 關於整個流程 很多人會問說是視頻占卜嗎 還是怎樣 然後其實整個占卜的流程 做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首先我每一次通常是30分鐘 30分鐘是通常只能問一個問題 因為可能包含我解牌 然後抽牌 還有那些跟你講牌的那些時間 所以可能問不到太多的問題 所以通常30分鐘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1到2個或以上的問題 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所以30分鐘 然後我是會先抽牌 然後抽完拍照給你 拍完照給你之後 然後5到10分鐘解牌 解牌完之後 然後再打電話給你 就是說可以幫你把整個牌詳細的解釋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去問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會盡我的可能性去解答 所以這個是整個的一個 關於個人占卜的一個流程 和一些詳細的信息 然後我今天是在這邊 做一個詳細的一個闡述 因為怕大家可能 因為真的問的人太多了 然後我又有的時候 沒有時間去回复 對然後這個是我的錯吧 然後所以這裡跟大家抱歉一下 然後最後就是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還是今天是想要做一個 真的是來這邊半年時間了 所以可能今天想要做一個 特別的感謝的主題 是關於2019年接下來6月 就是接下來半年 2019年下半年的 關於你需要修的一些 人生課題的一個一個東西 所以也是希望說可以 怎麼說給到一些大家一些 就希望大家可能上半年 我不知道大家經歷什麼樣的事情 至少阿Q是有一些懂當 但是也會有一些收穫 可能收穫更大一些 就是我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然後對 然後關於這個頻道的話 就是我非常希望大家在 不管是每一個 視頻下面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就是可以去分享一下 大家的一些故事 然後當然如果 就是阿Q是一個非常 不太會擅長去 可能推銷自己的人吧 然後經常有朋友講說 就是你為什麼 就是不要求大家去訂閱你啊 然後不要求就是不說 就是可能去donate 就讚賞啊 打賞你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嗯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去表達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呃 對 然後就是 等一下我會可能 因為這個前面這一部分 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所以 呃 真的是比較長 我看了一下講到15分鐘 好 然後我不能再廢話了 再廢話可能有人要打我了 所以我會要接下來 進行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阿Q的話 就是記得訂閱一下阿Q的頻道 對我要開始 宣傳自己的頻道了 然後就是 呃 如果真的覺得 這阿Q給你提供的內容 是有幫助和價值的話 也可以就是可能 隨便你 donate多少之類的 好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的一個 可能非常非常非常長的前沿的部分 然後是希望真的是 真的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希望真的阿Q的存在 能夠給到大家一些幫助吧 好然後接下來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一個 就是正式的一個主題 好然後進入到今天的一個主題 然後這個是關於2016年 喔2019年 然後接下來半年的一個大的一個 就是可能需要面臨的一些人生課題 和一些大概的一個硬式的一個狀態 能量狀態的一個檢測 然後跟之前還是一樣 就是現在是有三副牌組 然後今天是Double的一些牌組的量 所以可能每一個都會比較長 對 然後但是還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你先閉上眼睛 或者心理就是感知一下 你覺得哪個數字是跟你最有感應的 然後就去聽到對應的一個牌組的解釋 呃 還是要跟大家去強調一點 就是就是跟general rating的話 因為它不是針對個人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信息相關 有一些可能信息不相關 然後你可以去就是聽到 呃就每一個都聽完一遍 但但今天可能會有點長 就是每個都聽一聽一遍 然後跟如果跟你相關的 那可能這個就是符合到你的信息 然後不可能跟所有人都相關 對 就所以需要你自己去去感知到 因為general rating嘛 就有可能說你不在這個集合能量當中 所以它就會有一些信息是可能 可能就是不是很符合你的 好 所以這個是大家先閉上眼睛 或者先暫停 然後看到這三個數字 然後你看你想要選擇哪一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一個主題 好 然後今天是先是第一組的人 關於2019年 然後下半年的你需要就是面臨的一些狀況 以及你的一些就是人生課題也好 然後今天可以看到是很大 也不是很大 對我來講已經很大了 可能會要講很久 大概的一個能量狀態 然後上面這一排是講的是 關於你整個下半年的一個 一個能量狀態的一個大的一個主題 以及你需要面臨的一些問題 然後下面這個 通常我都只用一副 然後現在是會想說都用塔羅牌 然後去對每一張牌做一個補充說明 然後我去來整個講到這個意思 然後首先第一張牌 7th house 我可以看到大的牌 就這兩張大的牌 關於你接下來的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一張是7th house partners 第二張是8th house endings and beginnings 然後首先這兩張牌其實 嗯 就是其實在你2019年的下半年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主題 可能是跟人際關係也好 但是我其實覺得可能 更多的是在於你的一個可能會有新的戀情也好 跟你處理relationship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new love的一張牌 這浪漫天使卡 它有new love的一張牌 然後也就說明說其實可能在接下來你會遇到一個新的戀情 或者是新的一些事情 然後那會導致於說 可能你更需要focus的事情是在你的 就是關於處理 呃就是就是人際關係 或者是跟親就是親密關係也好的一些問題 然後但是這裡面在在你遇到 這兩張牌其實已經講得很明確了 就是就是抽到第一組牌的人 需要先congratulations 就是至少你會遇到就是開始一些新的東西 性的戀情也好 然後這個人可能會是你們之間會有很多的一些激情的東西 這個是 是關於愛情的部分 然後但是我需要去警醒到這樣一張牌 就是 8th house endings and beginnings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一段 就是7th house跟8th house 你正處於也許上半年也好 可能你正處於一段讓你非常struggled 或者讓你覺得非常有毒的一段關係當中 負能量的一段關係當中 其實也許真的是下半年是一個轉變的時候 你需要給某些東西一個ending 也許你可能需要到新的環境 或者新的工作環境也好 或者新的生活環境也好 或者說你想要離開你自己的國家 或者離開自己的地方 然後去到新的地方 你才能夠有新的一個 fresh new的一個開始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暗示說 可能在接下來的半年當中 你需要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就是你需要先結束掉某些東西 倒不一定說是 一定是物理上或地理上的移動 或者說一些真的一些 實際的一些東西 而是你需要先在你心底裡 先結束掉某些東西 你才能夠有新的東西進來 也就是說所謂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來 所以這個才是你整個 可能下半年可能需要面臨的一個課題 你需要先ending掉一些東西 才能讓新的東西好好的進來 然後這個是 就是這大的一個整個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下面這五張牌 然後它有 然後其實整個我們可以先看到這張牌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講tower還有ten of spores 然後這兩張牌是連在一起的 其實它跟這個 就是這張eight house Ending and beginnings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ending的過程中 就是你一定會面臨一個ending的過程 不管是結束一段關係 或者是離婚 或者是怎麼樣也好 就是或者說是辭職之類的 可能會遠離掉一些 讓你很痛苦的東西 但這個tower moment 是一定會發生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會伴隨著非常大的痛苦 因為可能也許這個東西 真的是你付出了很久 或者說你在乎了很久很久的東西 突然要面臨分崩離析的東西 但是你需要記住的事情是 就是只有當一些壞的東西 你就是經歷過壞的一些東西 suffer過一些東西 好的東西才會進來 就是有些東西就是 就是不會有人會一直很順利 或者說有人會一直享受很好的東西 就有些東西如果痛苦的過程 你沒有經歷過的話 就是你沒有 你無法得到那種 就是更深層次 或是更高的一些快樂和幸福 所以這個tower moment 和這些suffer的過程 就是可能在下半年中 是在這個ending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經歷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再看到 對還有這樣一張牌 4 of shares and 5 of cups 就是4 of shares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於sour searching 還有revaluation 就是也許可能當這一段關係的結束 或者說當這些東西 你可能在考慮說 它對於你的價值而言 到底有多大 或者說你會覺得說 在堅持下去值不值得 有沒有意義之類的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過程吧 就是可能我們在面臨 結束某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可以迅速的恢復 或者說也沒有人可以迅速的去 去把這些東西去recovery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你看到5 of cups 跟4 of shares 是連在一起的 也就是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會覺得說 好像失去了很多 就是你還是有一點 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會focus在這個ending上面 就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其實 就是怎麼突然一下就失去了 或者說你看不到一些 可能很積極的東西 但是所以我必須要就是 強調的說 就是也許接下來 你會面臨一些重大的失去 或者是一段關係的結束也好 但是希望你能夠記住的事情是 就有些痛苦的過程 是必然要經歷的 但是你需要先把那些情緒上的東西 或者一些就是 就是處理事情 和面對事情的態度和心態問題 先要解決好 就是你不能夠 你看到這兩張牌 它其實都是一個非常suffer的狀態 就是可以允許自己suffer 但是你需要看到的事情是 會有更好的東西進來 然後會有更好的 新的人生軌道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需要先慢慢的熬過 這一段suffer的這段時期 然後讓一些新的能量好的東西進來 這個是可能 就是在這個ending的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需要精力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牌 就是 Night of Feathers和 Queen of Swords 它其實都是一個 寶劍的牌組裡面的東西 它其實有一點在講到 其實我覺得跟這兩張牌是相關的 一個 Two of Crystals和 Seven of Swords 為什麼 就是可能在接下來的 我覺得是一個 相當於算是你自己的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吧 我不知道是面臨感情上的轉變也好 還是生活上生活環境的一些轉變也好 就是可能會讓你會有一些面臨選擇的問題 Two of Crystals 它其實Two of Pentacles 它其實是在juggling你的那個選擇 然後這個選擇會讓你 其實是有一些欺騙的東西在 Seven of Swords 有一些欺騙的東西在 所以會導致於說你非常的猶豫不決 到底是選這個還是選那個 所以其實在當你面臨一些很 就是說很難抉擇的東西 其實我會覺得說 第一先遵從自己的內心 先遵從自己的內心 然後第二用理性去思考 或者是去衡量說 去評估說這個東西到底值不值得 就是你還是需要去把一些 就是隱藏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後先去理清楚之後 然後再去做決定 就在你去面對在人生當中 無法抉擇的時候 你可以先靜下來 就不一定要那麼快速的去做決定 你先把整個事情 先用理智去衡量清楚之後 把情緒的部分先剔除掉 然後你才去做 可能對於你來講 可能更好的一個抉擇 其實包括這個也是 它其實都是有一點想要去 斷掉某些東西 其實可能我覺得這是一個 情感上的一些處理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個partner 在這裡我覺得更 另外一個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可能在這個ending的 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是更需要去面對 在這段關係當中的一些 牽扯和糾葛 所以你需要先去思量清楚 其實這兩個都是一個想斷 但是就是一個想要快速的斷 一個想要徹底的斷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斷 因為它是一個逆味的狀態 也就是說其實你可能 需要先理清楚 這個東西的對於你來講 如果當有些東西對於你來講 已經不再為你服務了 或者說它確實是需要一個ending了的話 那其實你可能更多的時候 應該要回歸到現實層面當中來 回歸到理性的層面上來 去把一些東西去 去真的是let it go 就像我之前有跟 就是做個人占卜的人 有在講到說 其實所謂的let it go 不是說我去把你刪掉 或者把你拉黑 或者說我就從此再也不聯繫 這就叫let it go 這個不是 因為它還在你的心裡面 你還會它一旦再聯繫你 你還是會有一些波瀾 還是會有一些東西存在 那個不叫let it go 因為你還讓它在裡面 或者說你還對這段關係 或者是對這些東西 有一些幻想 所以其實真正的let it go 就是當它再來找你 它即便是安穩地 躺在你的通訊錄裡面 你依然會覺得說 其實我已經可以很釋然 很坦然地 再跟你去聯繫 或者說 以一個正常交往的姿態 然後去面對你 那個叫let it go 就是我讓這段東西 已經過去了 我讓過去成為過去 而不是還沉浸在那個 其實我有想斷 我明明知道這個 已經對我來講不對了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斷不了的 那個狀態 所以它是讓 就是這些牌組的一個意思 就是可能 你真的是需要去期待一下 新的東西了 然後去結束掉一些 就是真的讓你覺得 已經可能 對跟你來講 已經不太匹配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會有這樣一張牌 eight of a corns and the four of wands 然後其實 就是會在講 確實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在 在你遇到new love之前 在你遇到 也許這個真的是 因為four of wands 如果就是我經常講牌的話 可能會知道說 這個有點類似於雙生的標誌 four of wands 然後但是這個eight of a corns 是一個非常 就是有一點fighting的狀態 可能你一直在 可能是跟你的這個ending struggling的狀態去fighting也好 可能是跟你的情緒去fighting也好 跟你當下新的環境去fighting也好 它是需要經歷過一個fighting的過程 然後這個過程會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它至少會帶來一個 讓你覺得很開心的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選擇這副牌的人 就是也許下半年對你來講 不算是一個 就是很容易 或者說很輕鬆的一個狀態 可以度過的一個時期 但是至少說 在這個慢慢去 讓自己心裡的東西釋放掉 或者讓某些自己的固執 或一些舊的一些 對你來講 不太好的東西 解瘦掉的時候 你真的會得到一個rebone 然後你有一個很好的reward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選擇第一組牌的人 其實還蠻好的 然後主要是注意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然後這個是給到第一組牌的人 好 然後現在來進行第二組 然後我是為了就是省時間 所以就沒有再把洗牌的過程再錄進來 因為我已經 本身就已經很多廢話了 對 好然後選擇第二組牌的人 2019年的一個 關於下半年的一個能量狀態的檢測 以及可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 首先看到這張牌 Libra I balance and 9th 9th house face 然後其實這兩張牌其實有講到說 其實可能在下半年 其實你更大的一個主題是去追求一個balance 這個balance有可能是在於你在 在就是親密關係當中的balance也好 因為我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失衡 所以這張牌才會出現 它會有一點點就是 會有一點struggle的狀態 就是困難的一些情況會出現 然後其實這張牌很大的一個主題是在講說 可能也許在 接下來半年當中 你可能要出圓門 可能去其他的去就是長途旅行之類的 然後這個旅行對你來講還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一個旅行 也許是可能跟 跟以前的人去就是修復也好 或怎麼樣也好 這個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牌 但是其實我覺得很大的一個主題 還是在於說一個balance的一個狀態 雖然我在很多視頻裡面都會強調balance的狀態 但是針對於選擇第二組牌的人來講 這個可能是更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可能 也許是當下 也許在上半年可能經歷過一些事情 也許是heartbroken的東西 然後會導致於說你其實有一點點失衡 然後可能你需要一個fresh 一個journey 然後去可能讓你自己可能reset也好 可能去重新充充電也好 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讓可能原本失衡的一些東西 可以慢慢的找回來 然後這個是這兩者 選擇第二組牌的人一個大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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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然後第二來自浪漫天使海的一些信息 一個是reconciliation 還有一個是attraction 所以這個其實有在講到說 someone from your past is returning to your life 然後其實這張牌裡面其實也有類似的意思 也有可能說其實可能 也許是來自 因為這張牌它其實在講到說 其實一些命運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一些comic partner 什麼之類的 可能還會再次的出現 或者是 所以它會導致於說 可能有一些情況會有一些複雜 你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輕易的去做決定 或者說去修復好以前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在有一個 重修就好的一個過程 然後也許是你會跟你的前任附和 或者說你可能 就是可能曾經也聯絡 也許只是朋友 但是還沒有到這個attraction 這個地步的就是的人 就是someone from your past 也許是你的前任也好 也許是可能你曾經喜歡過很久的朋友也好 可能在接下來的半年當中 可能你們會有一些重新聯絡 或者是就是回歸到以前很好的 一些狀態的一個過程 這個我覺得還是蠻好的 但是可能也許對於某些人來講 這個並不是你所期待的 但是必須要講的事情是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可能會回來 因為有些就是 也許說那些comic partner 那些東西其實會回來 我覺得是可能有點類似於 小命中注定 就是可能也許是你之前的一些課程 或者一些東西 還沒有被解決 或者說沒有被修復好 那它是一定會再回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關於選擇第二組牌的人 就是接下來的一個能量 就是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五 十張牌 對然後我們先看到 這張 The Shadow的逆位 和Nine of Pentacles的逆位 然後以及 Three of Feathers 和The Ace of Swords的逆位 然後其實 我覺得在面對於這個人的回來 以及在其實可能之前留下來 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 你看他還在一個 The Shadow以及 Three of Feathers的過程 也就是說其實可能這個人給你的影響 或者說帶給你的一些東西 其實很多 你還在一個黑靈的過程 你還沒有完全被修復 所以他還在那個 Tower Moment的負面的能量當中 所以其實他其實有在講說 其實很多時候 這裡面的問題 其實很大 很大原因是在 Nine of Pentacles 也就是你的Code dependency 也就是你的依賴性的問題 也許在這段關係當中 可能有一些天平是失衡的 也許是你Push太多 也許是他Push太多 也許是可能 雙方的付出和收穫 並不是對等的 所以導致於說 可能會有一些 有一方會很受傷 然後導致於說 可能會中間 會有一些很多的分歧 和衝突出現 就是你的需求 跟我的需求 其實是不匹配的 才會導致於說 可能這個傷心的事情發生 導致於說 可能這段關係的一個結束 以及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可能其實Ace of Sports 如果是政委的話 就是可能他已經知道說 或者說你知道說 我們在這段關係裡面 祈求的 期待的到底是什麼 但現在是一個逆尾狀態 也就是說 其實還是有這樣一些問題 還沒有被解決 這個Reconciliation 它其實需要解決的是 你曾經沒有被解決的問題 也許可能你們現在能夠 再沉澱下來 或者說你自己再能夠想清楚說 原來當初的我的那樣的狀態 其實是不對的 那其實我可能在接下來的狀態中 應該是以一個怎樣的姿態去面對你 和接受你 然後這個是整個 這個四張牌 我覺得可能相關的一些信息 對 然後我們再看到這個 Ace of Christos and the Magician 然後其實這個其實有在講到說 也許在 其實可能在接下來半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是會有面臨一些很多新的機會 這個新的機會 其實我可能更覺得是一些關於 工作上或者事業上的東西 但其實這裡有在強調一點的東西是 就是其實你有一點點 可能會 就是可能會錯過掉一些 可能還蠻好的機會 因為可能當下你自己的狀態是 我不知道也許是被感情 或者是其他生活方方面面的東西去影響也好 你沒有辦法 stay focus 所以 Magician 是你以為的 所以你就是在一個 有一點類似於 我沒有辦法去專注我當下的事情 然後或者說我沒有 沒有辦法去分析現在的一個狀態 導致於說我沒有辦法去進行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其實你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就當一些 就是可能事業上的一些機會 你需要先去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其實你是有那個ability 就是你有那個能力去 make things happen 就是你可以讓 因為魔術師它其實是一個能夠讓 就是把一些東西變出來 就是沒有也可以變成有 也就是它其實是有讓make things happen的能力的 所以其實你是有這個能力 但是因為可能 因為你現在失去了 也許是被這個tower moment 或者是你還在那個healing的過程當中 所以你需要先 需要儘快的能夠把自己的一些能量找回來 然後去更 更就是 就是更現實一點吧 就是不要去因為一些其他的一些負面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因為情緒的事情 然後去措施掉可能 當下對你 接下來人生比較好的一些機會 然後這個是接下來 你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東西 然後 還有這兩張牌 2 of pentacles and 2 of corns 然後這個其實也是像 其實跟剛剛那個牌組 第一組牌也有一點類似 2 of pentacles 其實是面臨選擇 就接下來也許是你可能 我覺得面臨新的人的選擇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其實還是覺得是跟事業上吧 也許是 你看這裡也是2 of corns inside focus 也像剛剛講的這個一樣 其實就是可能你會面臨一些選擇 尤其在事業上的一些選擇 就是會有一些 讓你覺得好像 還不錯 但是其實可能你又沒有辦法去 完全去分析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更需要去 專注於當下你自己的需求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更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當下所處的環境 而不是說就是可能被一些 當你被一些情緒的東西影響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做出正確的決定 對你最好的決定的 如果你實在是覺得很 沒有辦法去focus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要 就是可能去尋求一些理性的建議和幫助 然後這樣能夠讓你的整個的一個狀態 能夠回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平衡的狀態 因為其實現在確實是一個失衡 整個下半年都有在要求你 不管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也好 還是說你在感情上和一些理性 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也好 就是你是需要去找回到這個一個平衡 而不是一直在糾結 就是juggling的一個狀態 你需要去回歸到理性的狀態 然後去把去理清你現在當下的頭緒 然後去做一些 就是你人生中當中比較重要的一些決定 或者說去把握住一些應該把握住的機會 然後還有這一張牌 Night of Feathers和3 of Pentacles 然後其實這一張牌 Night of Feathers 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可能是 Night of Feathers 然後就是Night of Swords的逆位 因為也許可能在 我覺得你會在 其實選擇這組牌的人裡面 其實在我覺得可能事業上的一些阻礙 或者是進程會比較多 其實你可能達到了某一個 可能就是剛開始 可能事業上剛開始的一個起步的階段 但現在是會有 可能在接下來的半年會有遇到一些瓶頸 導致於說這個進程無法快速的推進 我覺得可能是也是因為你的這個平衡有一點點 可能比如說你就是可能投入太多的時間 在工作上或者是 其實沒有辦法去專注到 可能也許是你的一些身體上 會出現一些問題 或怎麼樣也好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更關 就是沒有辦法再把這些achievement再往前推進一步了 所以其實你會有一些就是焦慮 或者說一些很負面的一些情緒在裡面 這個是可能是你需要去再給你的一個警醒 說就是可能我當下真的是應該先要去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去把一些東西 可能以一個更清醒更好的狀態去理清楚 我才不會去錯過 我才不會去就是一直在struggling 在同一個就是死胡同裡面 所以這個是可能在整個接下來半年當中 你可能是需要去注意的問題 其實講到最大的一個主題還是balance 還有一個就是在感情上的可能是一個co-dependency 和你的一個在事業上的一個就是 就是生活和工作的一個節奏的一個平衡的把握 然後你才能夠說去把這些reconciliation也好 還是這個你必須要去解決的這些事業上的一些瓶頸 或者是困難的問題也好去去處理掉 這個是關於第二組選擇第二組排的人 下半年的一些建議和能量狀態檢測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三組 因為今天稍微錄的視頻比較大 然後時間比較長 然後現在有一點點sandia 然後anyway我們也來看到第三組 還是關於2019年接下來半年的一個大概的能量狀態的檢測 以及一些相關的一些警醒和建議吧 然後首先第一張North Node Life's Purpose 然後第二張Solar Eclipse Revolution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第三 就是在接下來的這一個就是選擇第三組排的人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一個主題其實就比較大了 有點類似於就是靈魂拷問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這兩張牌顏色都是一樣的 它其實因為你像就是日式的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黑暗的過程 就是在光明來之前是一個完全看不見黑暗的一個狀態 然後其實在這個狀態當中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一個人生課題 在接下來半年當中你可能需要面對的 甚至是可能你更長久時間需要面對的是 關於你自己的一個就是人生的目的吧 就是想要什麼東西 你真的想要什麼東西 也許可能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你經歷過了很多 而且我覺得在這個整個牌組裡面 我有看到很多關於Ego的issues and trust issues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來源於可能原生家庭也好 還是跟你生就是相關的經歷也好 就是很多東西你都是以自己的觀念和觀點 然後去思考的 甚至於導致說你一直是圍繞自己的這個東西 來做的一些行為也好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是你會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說會遇到一些不太好的能量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所以它其實有在提醒你說 你可能需要去解決一下這個Ego跟Trust issues的問題 然後首先我們看到浪漫天使卡這兩張牌 第一張是retreat 第二張是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 這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為什麼說retreat It's time to disconnect from the word 也就是說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當自己在人群當中 或者說跟可能我們有很多朋友 然後我們可以去social之類的 但其實你並不會覺得被懂得 或者說你還是覺得那個不是你所想要的 其實因為可能因為當下的你們正處於一個 我可能更想知道說我更想要的連結是什麼 我更想要的一個人生狀態是什麼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你開始需要去不管是retreat 你之前的一些經歷也好 還是曾經的關係也好 你可能是需要去回顧一下以往的畫面 然後去找到一些可能你需要重新去面對 或者說以一個新的姿態去面對的一個感覺 然後第二張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在可能很長一段 就是再選擇第三組牌的人 可能對於你而言 其實你沒有辦法完全就是像那種奋撲顧身 或者說是那種投入的去愛一個人 或者說你沒有辦法去完全的信任一個人 你有很大的trust issues的問題 也許是因為曾經有人背叛過你 也許是因為你可能真的是不太容易去相信人 我覺得這個所有的trust issues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但是其實他其實現在有在告訴你說 當你能夠把這些東西就是曾經可能你沒有修好的課題 或者說你沒有完成的考卷 然後你自己再去重新審視一遍你自己的生活 和你接下來的一個人生目的 其實就是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必要去害怕一些失敗的結果 就是所有的結果都是動態的 就是你可以放心大膽去愛 那失敗了就失敗了至少我經歷過 在我經歷的這個過程中其實你是收穫的比別人更多的 至少你會成長的比別人更快 也許因為如果 這沒有人可以永遠是強保利的嬰兒 沒有人可以永遠就是被人保護 或者說就是不去經歷一些痛苦的事情 就是當一些痛苦的事情經歷過之後 其實你會以一個更強大的姿態去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所以他有在講說 It's safe for you to love 然後這個是浪漫天使卡的信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就為什麼我之前講到說 我有看到很大的一個就是Ego Issues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牌 Ace of Shares The Sun 然後其實有在講到說 其實你真的是一個非常還蠻以自我為中心 或者說希望自己是一個焦點 或者是希望被人認可的那種 但是你有點被困在這個能量當中 所以其實在接下來的半年當中 而且包括Ace of Shares 就是其實Ace of Shares 它其實是一個給予愛的一張牌 但現在它是逆味的 因為這個Ego Issues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retreat的這個事情 也只是你需要認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否真的有能力去愛別人和愛自己 還是說你只會在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個狀態當中 去理解你所以為的愛 然後甚至可能會去責怪到別人說 為什麼別人會這樣對你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是時候去審視一下 就是去審視一下自己在一段關係當中 或者是一些事情當中 你是否有能力去給予到別人一些東西 而不是一再地祈求別人去給你一些回報 我覺得這個是你需要retreat的一個大的一個課題 然後第二張Queen of Corns 其實這裡有出現兩張Queen of Corns 然後包括Nine of Wands和Nine of Corns 其實是一張牌 然後只是處於不同的位置而已 然後Queen of Corns跟6 of Wands 其實我會覺得這張牌的狀態 這兩張牌的狀態其實是在於 這張牌的一個影響下 因為在一個日式的黑暗的狀態下 所以可能你會經歷一段時間說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因為Queen of Corns 他是其實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一個角色 然後他會非常的有行動力 然後creative 但是現在的狀態就是一個逆位的狀態 以及6 of Wands 它其實是個victory 也就是說其實 當你完全沒有辦法找到一些可能 就是我會覺得在黑暗的過程當中 你需要有一個soul searching的過程 在這個searching過程 因為我覺得在選擇第三組牌的人裡面 可能你們對生活的要求 或者是對一些很多的東西 不只是要求說 可能簡簡單單的那種幸福 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是要求精神層面上的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會有一些盲目 在這段時間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其實沒有什麼希望 或者說其實你也不知道 缺乏一些動力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現象吧 因為有這樣排的一個影響 但是你需要理解的事情是 更深層次的問題 在這裡 這個ego的issues和這個trust issues 所以其實你在這個思考的過程中 我覺得可能可以給到你一個方向 就是在這兩個方面去考慮說 也許我是不是應該改掉一些 我自己就的一些行為模式的東西 然後去做一些修復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第三章 Night of Accords 跟Night of Pentacles 其實這個也就是在講說 其實可能也許曾經有很大的一些野心 或者是有很多的想法 宏突之類 或是夢想也好 你很想要去實現 但是其實他有在提醒你說 就是你可能需要在接下來的半年當中 想法更加實際一點 而不是去想天馬行空的事情想到就去做 而是要去考慮一些後果 也許可能曾經你就是想去想做就做了 或者想要幹嘛就去幹嘛了 然後你有很大的一些創造性的想法 但是也許在事業上 或者是不管是生活上也好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需要去實際一點 就是可能停下來慢慢的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很著急或者說很bossy的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其實也是給到你的一些警醒 然後能夠幫助你 可以去達到找到你的 可能你最理想當中的一些生活的狀態也好 然後去度過這個黑暗的時期也好 然後第三第四章 Ting of Feathers和Night of Wands 其實這個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有一些ego的能量在裡面 就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更多的是在一個 不管是愛情上也可以解釋得通 然後工作上也可以解釋得通 Night of Wands 其實你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就是喜歡單打獨鬥 或者說是喜歡就是 就是固步自封吧 給自己畫了一個圈子 其實沒有人 其實沒有人傷害你 或者說其實也沒有人要去跟你Fighting 或者怎麼樣的狀態 但是你永遠會覺得說 保護自己處於一個不受傷害的狀態 所以你會是一個非常 處於一個非常Protecting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隨時隨地準備著就是去Fighting 因為我覺得你會傷害我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Trust Issues 所以你會把自己封閉得很嚴重 才會導致有這個Ego Issues的東西出現 所以King of Feathers也是一樣的一個能量 就是他有在講說 其實你可能在別人看起來會很很硬 或者說會有一點點 其實你很只看起來好像是 你很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狀態 但其實你也會有迷茫的時候 而且甚至說有的時候 你想要那些東西 可能只是你的固執 可能只是你的固執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這個也是其中 跟這個Ego Issues相關 你可能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然後第四張牌 最後一張 Queen of Wands 還有Love 就是其實 我覺得出現這一張牌其實還蠻好的 Save for your two love 也就是在講說 其實可能也許在接下來半年當中 你可能會遇到真的遇到跟你同頻率的那個人 然後他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 怎麼說他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其實這個就是你想要的那個人 或者說至少你們會覺得說 我們是很match的一個狀態 但是前提是 在遇到這個人之前 你需要先把你自己的那些 Ego的issues retreat的問題 先要解決掉 你不能再以一個自我防衛的狀態 然後去去迎接接下來那個人 你可能需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 就是更open 一點 就是我去 呃 就不要去害怕一些可能被傷害 或者是就是 我覺得凡事跟情感相關的東西 你無法避免的可能會有傷害的東西 除非說真的是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吧 幾乎是沒有不受傷害的感情吧 就是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只是大小程度問題而已 所以其實就是 讓一些事情自然的發生 然後去經歷 不要去去害怕一些東西 你那些莫名的害怕的一些東西 反而會阻礙你往前面去走 甚至說你會去阻礙你就是 給予愛的能力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說 整個選擇第三組牌的人 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關於下半年的 好今天就到這裡 還是請你跟著言 我大家買來的 跟著我 最初期 respons Pix 可以垃圾 了嗎 我現在的地震 ああ 逆